定義之後呢,它所有的名稱都會在名稱管理員裡面可以找得到 那我剛剛不是有個產品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確認說你的範圍是否正確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紅色箭頭 點一下 它會把那個框框框起來告訴你說就在這裡 那確認一下你到底對不對 那剛好同學是選的時候選怎麼樣 選忽略那個第一列就不對了 你上面你查一查就查不到東西 因為我們是針對CZ2 結果你選少一列也不行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可以把它展開 那當然一樣上面有什麼呢? 編輯有刪除 那你可以再去做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剛剛有同學就做了好幾個 那多了怎麼辦?刪掉就好了 否則會有可能會有衝突 可能範圍一樣的話會有問題 那你修改好之後旁邊有個打勾或者是刪除 一樣跟上面函數的做法一樣 OK,那把它關閉 所以這部分的話 這後面其實我們還會用到 所以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這種用法用的很普遍 所以如果你以前沒用過的話 你的效率一定不會高 因為你很多東西就是亂選 選錯你也不知道 而且你只要定義好之後 以後反正那個範圍就固定了 那你們如果很多人共用 你就反正以後就定義那個 以後按F3就可以找到它的範圍 不用再去選了 甚至你這個東西也可以定義在哪裡呢? 我剛剛講過嘛 通常我們查詢的頁面會在前面 然後資料會在後面 所以你只要定義好之後 你就不用到後面去找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東西 這些資料可以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隱藏起來 那你只要把那個範圍定義好之後 以後按F3就可以不要跑到後面選 懂意思嗎? 就是定義好之後的話 按F3也可以找 比如說你這個資料有沒有 我們現在是放在一起嘛 如果你今天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這個範圍把它剪下來好了 那比如說把它剪下來 放在哪裡? F1裡面的這個地方好了 我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如果說你將來呢 要去查它的話 通常我們前面是一個查詢介面 那我要查東西在後面的話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那個剛剛Table 我用選的話 你必須要怎麼樣? 切到F1裡面再去選一次 很容易做錯 可是如果你把F1這個範圍怎麼樣呢? 定義一個名稱 或者你換了一個地方對不對? 你可以到名稱管理員裡面 再去怎麼樣呢? 把它重新定義一下 它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點一下 那因為我搬家了 搬到這裡來 所以我重新再選一下 在F1裡面的這個範圍 就是產品名稱對不對? 那因為他們放的地方 他會問你說 要不要儲存變更? 是 OK 變更的 那將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點這邊